我都不记得那个图是哪个图 那然后我们就是今天画线稿的话 因为我就是没有那个草稿是吧 我要稍微带一下先 带完了我就再去说那个线稿具体用线怎么画 带有用线的问题的同学可以敲个六 我需要自我介绍吗 我还要介绍一下吗 因为我怕有同学第一次来听 然后不是很熟悉啊 不是很熟悉我 录脸吗 画画又要什么录脸 不用录脸 你们叫我原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看我的脸的照片 你可以在那个微博或者B站里面看 反正我那些都是美图秀秀批过的 我看宣传海报贼好看 我今天很猥琐啊 可是我平时我都不化妆的 我只有在特殊时期 好那我们来稍微画一下 跟大家扯了一些有的没的 你们知道我是原歌就好了 我想一下我画什么 我没想好 我一般就是没有没有想好的话 我会就是先画 画一下他的一些草稿 就是在草稿时候你可以改动很多 我画画画多久了吗 这个多久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用 具体什么几个月啊 那种那种那种办法去跟你回答 因为我画画我是从小就在画了 那我以前画的话都是那些 就是那些小朋友画的那种 年纪小年纪小就整天我们有那些什么兴趣班嘛 那对对 小小学画到现在 而我大概脑海里面有一点想法 别问 问就是小小学画到到现在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反正怎么说呢 因为因为以前以前就是 以前就是父母上班忙嘛 然后我就我就有去那些那些机构啊 是吧 然后的话就大概是这样 就也没啥就是画得完 然后画着画着就就误入歧途是吧 有个同学说我才自学几个月有救吗 不是自学几个月有什么问题吗 每个人不是都是从自学过来的吗 没有问题的呀 你坚持画下去就好了呀 那我起草稿这个我就 我就我也不用说什么 因为今天主要讲县岗 我感觉我讲结构的话 又又又得讲讲昨天一样的内容 我裂开啊 就稍微画一下我今天想画的吧 这个手我稍微戴一下它的结构 我再去把它大概动作带出来 有个同学说打斗动作会很难画吗 肯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啊 打斗的话你看是几个人了嘛 你平时自己画一个的话 你可以找些那些武术啊 或者舞蹈的一些参考吧 或者动漫就漫画里面的一些参考 像格斗漫画类型的你可以看一下 而且打斗动作最重要是一个动态的媒感 还有你动作的前后关系啊 还有你的一些整体的整体 看起来效果呀 是吧 我多大了 别问 问就是18岁啊 那个 有的同学问赛和PS不同在哪里 我这 就像那个 就是你说加热一个 加热一个蔬菜 或者加热饭是吧 微波炉也可以加热 电发包也可以加热 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那个电磁炉也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 它都是有同样的画画的功能 但是 但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哎 那个叫什么 人傻了 就是如果是PS的话 它就是更专业说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软件吧 我画一个稍微 短的衣服 短的上衣 我画不了全身吧 就是我觉得时间 你改不及 如果你想画一个 很细的线稿的话 你肯定改不及 起个大型就可以说 说啥 你说这个吗 因为我有时候画东西画得比较快 而且我随便 就可能我画的画的我就会去改 就是这个草稿的话你们就先看一下我带怎么写 我是一般画一下大概行 我就可以开始去 带一下它的这个 衣服啥的了 这个草稿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这个结构 其实我主要 我的这个结构的话 我是 我是会 喜欢画得比较快 然后平时我自己 我自己画的话 我也是 就是画得比较随意啊 我的 我什么草稿那些 我都是画得很潦草的 因为我觉得草稿没有必要画那么那么精细啊 画那么精细就变现稿了 然后我一般会想象 就一般我在画的时候 我是从结构入手的 然后切到 切到衣服 就把衣服加上去 另外的话我会想象这个 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就是画出来的状态 这个人物 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呃 这个动作里面 就比如说 他是刚逛完街 然后他下班回家 或者什么的 就是都都可以 反正就是你画的时候呢 你就想象一下 这个人物他在做什么 他可能是就是刚刚 刚刚下班不久是吧 然后就是拎着自己包包 你可以让他拎着包包 然后就 就走路回眸的那一瞬间吧 其实平时的话 我自己在画的时候 我都会先看参考 再就是先看一些参考 看有没有些更合适的想法 然后再去画的 有一个同学问 学这个以后可以找什么工作 学这个找工作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啊 就是你可以进游戏公司啊 或者说 那你这些前提啊 就是你说找工作这东西啊 它前提一定是说你画的好 或者说你作品 有比较多的这个 呃 就是看看得到你比较多的这个能力啊 什么的话你可以就是接单啊 或者什么都可以的 没有说规定他一定要画什么 就是就像你当兵出来是吧 当兵出来也可以当军官 也可以也可以去当消防 什么也可以考公务员 什么都可以的呀 我这是什么工作啊 我是在新教育的这种老师呀 那不然那不然我是什么工作 我就大概换这样子啊 就是他的这个 他可能拎着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现在下面我倒是不是很想去管他 他的手的动作可以随时去改 或者你把它呃 拎着一个包包也可以 他这里是一个包包 这样子这个画面可能他的东西 就是更更多一点 我一般会边画边改 去想一下有没有什么画面去填充一下 但是这个包好像会 呃 怎么说呢 挡住 可以画一个透明的包包 透明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袋子 这样子就不会被挡住 包包有很多种啊 对吧 所以我我有时候画画 我会边画边改 有个同学说 这么丝滑的得练多久的线条 练线条吗 我以前 我以前没有刻意去练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练线条 还不如先练形 我们这次课也是先去让大家练形状 形不对的话就百搭 有个同学说 上色不行怎么办 啊 那你就先去练好线稿呀 线稿的话 然后你再通过就是上色的一些方法 去练上色啊 你得先有一些线稿 是吧 然后你可以学一下配色 学一下那些体积关系 这样的话 你到时候上色就很好了 好 现在我简单的带一下那个五官的那个部分吧 我现在没有到画线稿的那个部分 我可能是先 先继续画 先继续画 那应该怎么练形体 你可以 练形体的话 你可以找一些参考去画它的结构 画结构 结构是很重要的一个练 练那个叫什么 练形体的一个方法 就昨天我们不是在结构课讲过吗 就通过那种 那种方块人的起稿 起稿的方法 这样子就可以画了 有个同学说 好像说过什么软件可以随机选模型画 你说3D建模的软件是吗 可以 有个同学说 暑假开课以后也是你教吗 你说我的班吗 我的班就是我教 好 我先降低透明度 我就可以开始画线稿 就是我的经浅稿 大概就这样子差不多了 也不用管其他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在 就是才要再去搞了 因为你的所有东西 动态啊 或者说形状啊 还有你的 想表达的一些神态啊 你都画出来了 画出来就完事了 然后你可以开始画线稿了 那在画线稿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线的问题 线条有同学画得不好的同学可以敲A一样 就线条的问题 线条问题的话呢 在线稿里面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 其实对于一张线稿 就线稿来说 它是分两个部分嘛 一个形 然后它形是包含设计这个 对不对 然后你线稿 你的线条 其实只占20%吧 我觉得 然后你的形和你的设计 还有你的表达 还有你的动作 这个我觉得是占80%的 你不用这个做辅助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同学 线条很漂亮 画的形不好看 画的这个人 可能是比例不对啊 或者什么什么 就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你的形是占80%的 然后我刚刚在起 经草稿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在画形 是吧 然后我现在 现在我就是先 说一下线条的问题 但一般来说 线条同学很多时候 它是这样子的 就它线条是有点零碎的 这种最好 不是很建议大家 现在这样画那么零碎 因为你这样画那么零碎 你上色不好上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还有同学 可能他的线条 会容易喜欢 画得很重 就它这种是冷漠 冷漠版的线条 就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起伏 这个就有点像 你给鼠标 鼠标画的那种感觉 有这种情况吗 有这种情况 都可以敲个二 就是我举的例子 但还有同学 就是它是 线是拼起来的 就它这样一直拼 一直拼 这样子拼起来的 其实这样拼起来的话 你多连几次 多连几次 它就顺了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同学的话 他就是这样子一坨 A坨 然后有一些习惯 就是有点 这样勾勾的这种习惯 或者说有这种 秤一下的习惯 所以这习惯的话 看你具体画面吧 这个也没有说 一定要怎么样 就看具体画面 你只要避开 这几个线条的东西 就可以了 如果是说 我画一个很精细的线稿的话 我一般都是会画很久的 只是因为我最近 我都没有特别认真 去搞我的线稿 我突然就爆出了 我的最近偷懒的一个 其实不是偷懒 就是我通过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 我是通过那个叫 维后图的方式去上售 就线稿就不用那么复杂 有一个同学问的一个问题 你在我家安装了监控吗 不是在你家安装监控 这个是 这个是很多同学 我在改作业的时候 就看到你们是 经常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很直接知道 都是什么时候开课 我公开课的话 一般一周两到三节 我画一下这个线稿 画线稿的时候 我再去理一下它这一边里面的 再梳理一下 现在学员有多少 你说这一期吗还是什么 我们学员有多少的话 这个东西我回答不了 你因为他们每天都有报名 我怎么知道有多少了 你可以问一下班主任好吧 你问一下班主任 因为这一期 你说这一期 你说这一期是 我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来的 反正是四月初开始 四月六号上课是吧 四月六号上课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是三月份 他就报名学这一期的呀 二月份有同学也报名学这一期 那你这怎么说 这一期有多少同学呢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说这一期 我后面五月六月都是这一期 我也受不了多少人 其实人数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班主任啊 因为我自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的 但是我知道一节课大概有接近250个人上课 直播 这只是直播同学的数量 你可以问一下杨阳老师他后台的数据 好我画一下这个 线稿 画线稿的话你可以先从脸开始 也可以先从头发开始都行 可能这个脸的话有点太尖了 一般我都会稍微调整一下 就可能不会画得那么尖 画圆润一点 可爱一点会更好一点 有个同学说月底报名还能跟得上吗 我建议你先学基础班 所有同学都基本上 为什么有同学会提前报名 他就是要学基础班 因为有些同学他也是完全小白同学 他就先学基础班 把那个基础打好一点 好那我来画一下 我现在把它降低透明度 因为我自己个人习惯是不喜欢看得太清楚 看太清楚我就会很乱 我不知道我自己带我就画哪一根 画的时候有没有同学是不会画画尾的 有的话可以敲个六 我说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就不用说了 其实发尾这个 它其实就是在表达问题 就是你如果你想是画那种直发的发尾的话呢 你就直接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画直一点就可以了 甚至有的话是他可能就这么画就画完了 为啥呢 因为他可以上色是这样画的 你看假如这是我的上色是吧 就是看你想怎么表达吧 就有的人他在就是发尾后面那些头发 他是这样子画的 然后用到橡皮擦 他可能会这样子上色 就是所以你如果是画线稿的话 这样子也没有问题 这个能看懂吗 能看懂的话敲个一啊 就就这个是他的直发那种上色版本 这上色方法吧 然后如果是说你画一些 我今天也举不了那么多细的例子 因为我现在还没动笔 你如果是说想要画那种 翘一点小头发的话 你就你就画翘一点就可以了 而且你画的时候呢 最好我建议大家就是大小大小穿插在一起 什么叫大小大小呢 就是你不要画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有点像那些 就是画那些小卡通人样 就是这种画卡通人样 不要这样画 那就是这里这里小一点 然后这个比较大 然后这个比较中等 就是这样穿插穿插去画就可以了 自己穿插的很乱 很乱的话你其实是结构出了问题 不一定是你线稿的问题 好我现在画一下我的头发 现在大家现在我一片空白 啥都没画了都几点了 我居然还没画出来 我这个已经50分了 我画一下 这样子大家看得清楚吧 就说我是全屏了 一般我的线条会比较 笔刷会调得比较细的 大家可以尝试把线条搞细一点 这样子你画出来的那个线就很细 这是点就是那种赛露露的话 它要求很很那个叫什么 很细腻的那种线稿的这种 它的线条真的是就需要你画的比较 怎么说呢比较细啊 其实我平时不会画这么细的 我自己画画我真的是随随意带下拉倒了 这这么细的话呢很很耗时间 但它有优点有缺点了 就是如果是这么细的线稿的话呢 你上色也会比较方便 同时的话呢 你可以刻意加重这些这些交叉的部分 像这样的半身需要画多久 看你的精细程度吧 没有办法去给大家过多久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画什么样子 我如果是用其他方法画 我会快一点 这种方法会比较慢啊 画线稿本来它就是一个体力活 如何控制线条的粗细啊 我觉得多练吧 没有如何啊 就是多练你就能控制了 我也没有用很大力气去画 你只要线条舒服漂亮就完事了 也没有别的 我们整天有正式课同学过来蹭啊 当萌新啊 我觉得正式课同学就没有必要过来听了 好吧 因为你的正式课的话已经很详细了 你为什么还要过来抽热闹 你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画画呀 然后把这个形状带一下 基础版报名怎么报名 基础版你不用报名的 你那个报正式课 它就里面含有基础版的 把这个头发戴一下 什么你把我的课当作背景音乐 这我要收钱 反正这个画头发吧 就是一个体力活 真的 你没有什么技巧不技巧的了 稍微用那个套手工具套一下这一坨 我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技巧 就是按照你 你们刚刚画的那个 那个 结构去带就好了 画就完事了 就再加稍微 稍微加点细节就好了 有个同学说小白白应该做啥 应该学习软件 我觉得学软件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开始学这什么 学学这个 这种这种版绘的话 我就是学软件的 大家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 是吧 所以你说画这种次元的线稿吧 真的 你不耗时间 你怎么可能画得出来 是吧 我怎么就说晒很难吗 不难呀 就是因为它不难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去把它摸手一下 因为我之前学的是PS 我以前不用晒的 我是因为就是要画二次元 所以就是 试着用了一下晒 然后真香 别问 问就是真香 真香代表 不是 我啥都没画出来 你就好看嘛 你们这么敷衍的吗 好 我现在画一下这个五官吧 五官的话 我先画脸 然后我自己个人的习惯的话 是把那个 那个什么呀 我把眼睛会分涂成 所以我就先画脸 这个脸 哎呀 真的是裂开 太难了 这个有时候你 有时候你画的时候 那个弧度吧 你就怎么都画不好 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同学可以敲个一样 就这个弧度 怎么样都感觉画的 就是裂开啊 那种像大人的那种 有时候我就是 所以我有时候画的那么细 我好累啊 我觉得好累啊 我看B站说先练穿针引线 就我不太知道穿针引线是什么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觉得这方法可以的话 你可以去练一下 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 没事的呀 你去练呀 我人傻了 我画到最下面那个图层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图层有没有搞错 这图层不是很好看啊 这边这个告辞 把这个放大一点去画 有个同学说笔头大小 什么意思 你是不会调那个笔吗 还是什么 你可以照着我的参数去调啊 我画在这个头花 就很多同学画装饰 我觉得画装饰 你都不是很认真去画 这东西没有什么继续含量的呀 就这些什么 像小花样的装饰啊 就是很普通这样画就完事了 但是你们画的歪心扭疤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态度问题了 整天画的都不漂亮不可爱啊 这种小女孩的话 她这些装饰都是 最好画的漂亮精致一点 什么有同学说 尽量用操作来表示吧 我没有开声音 你看电影也不开声音的吗 那我裂开啊 这个这个这 我不知道突然不知道说啥好了 像这些什么小花朵啊 画的漂亮一点 它可能是一些夹子类型的 就最最基本的形状的话 你就不要画的那么 那么怪啊 没开声音 你们不开声音 你们是在听课吗 还是在在省油啊 那没开声音的话 那那你怎么知道 我在谈论声音的事情 那这样子 不开声音呢 我不讲话不是也挺好的 我正常画画也不讲话的 上色用啥 我们今天不讲上色 性感都没画画什么上色 是吧 不是 你性感都没画画完 你咋上色 新建个土生画一下那个 嗯 那个眼睛 同学说 我发现有些地方没连起来 没连起来怎么了 没连起来也不影响你画画的呀 我自己画画 我不是说一定要要求连起来的 这个连不连起来 是取决于看你自己喜不喜欢连起来 有的人可能画完 他会完全外边勾一圈 也可以 你把这个眼皮画得厚一点 黑屏了 现在大家是黑屏的吗 有个人说 这个用游戏桶会糊吗 你说哪个用游戏桶 我上色不是有游戏桶上的 我是用那个选区上的 上色的工具有很多啊 你不用那么局限说 可能要用游戏桶啊 你不合适游戏桶的话 那就不用就可以了 我缩小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大小的问题 我一般会画边画边调一下 调整一下 它的角度啊 或者它大小啊 什么的 大家不要怕画错 我觉得画画什么 试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啊 你只有就是你错了 掉了坑里面了 才知道正确是怎么样去画的 有时候可以适当当用橡皮擦来去画 把这个双眼皮戴一下 睫毛不用画很多的 差不多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画的时候可以去模仿一下别人的细节啊 找图的时候找一些精细一点的图 找一些大一点的图 这样更漂亮 画出来更细腻 我觉得细节也很重要啊 但是整体 整体是优先的 然后细节是后面的 就可以了 有个头就说 手机和平板可以操作吗 你说操作什么 画画那个图吗 你熟练就可以了 我画一下那个瞳孔 瞳孔有时候我是不画的 可以从上色直接画 边写作业边看公开课 不想错过啊 写作业 你在作业怎么保证正确率呢 有个同学说 这是瞳孔底部的高光吗 没有没有 它这个只是线稿的一种表达而已 你如果想要画高光 肯定不一定是画在这个位置的嘛 你想画这也可以啊 我所谓你画哪里 这个是看你想不想这样表达 我下睫毛这个笔刷太那个伤了 我今晚用那个橡皮擦稍微修一下 橡皮擦有时候也是可以当画笔用的 看你想不想画这种细一点的睫毛咯 我自己画的时候 我觉得橡皮擦有时候可以是 就是比铅笔还要好用的东西啊 简直不要太爽了 看这个真的是飞起来 有可能就是 七十二能几个 没必要多考一分 这样子吗 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睫毛有点深啊 但是它上完颜色就不会了 这个鼻子的话 你可以画可以不画 稍微这样戴一下就哭了 我说小看一下 嘴巴的话 看你想画什么样的一个表情的 这样也行 这个表情你要是不喜欢 你就马上去改就好了 包括这个眼睛里面瞳孔啥的 因为我什么都没画 其实也不用画那么多 有些同学喜欢这样框起来的也可以啊 你想框就框 想框就框 你不框不框 无所谓 好然后我们就画一下这个其他周围的部分吧 周围的部分 可以可以那个稍微比处 出一丢丢 出一丢丢 所以概括一下就可以了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戴一下耳朵 这个区域就好了 剩下的话就是你的一些衣服的表达了 这里衣服的话 看你想画什么样子的吧 我说我画一个那种春天的那种衣服 就是那种比较像雪坊 雪坊一样的衣服 可能会有点透 然后它这个位置会就打在一起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雪坊衣服 那它背部的话呢是 反正这边是头发吧 然后它可能有点点这样子 微微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然后它的衣服基本上是有点起伏的 是如果你想画一些就是类似绑带的元素 可以再往里面加进去 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胸部 胸部直接画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这衣服也是现在来说相对宽松的话 就不用太管它 衣服的一些层次的话就可以通过上色去表达出来 然后这边这边头发继续往继续画就可以了 头发像这种长头发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大胆的画 就是大胆的 你画少一点发量也没有关系啊 但是我们上色可以加上去的 我自己一般是说画画这种头发的话 我都很少去画那么多细节 因为这也可以就是上色之后加一些细节 这个带一下就好了 有些没有闭合的话没有关系啊 通过那个上色去搞就好了 就是头发的话就是分组分块 再带一下OK的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用橡皮擦稍微擦一下 就它可能会有一些穿插关系啊 像它进来 像它进来 大概就是这样就好了 其他的话不用管它 那我画的就是也没有放大画会比较潦草一点 你这个地方可以就是 因为这边很空嘛 你可以去布局你的画面 比如说你要它这个头发飘到这儿来 有一些飘过来 你就这样子画就好了 就是你的画面就不会太简单 挑一些头发过来 然后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穿插 这样子你的画面就不会那么无聊啊 就是可能它就是把脖子什么都没有遮挡 稍微有点遮挡可能更好一点 我画的时候也比较潦草一点 因为我没有放大去搞 正常来说要放大细节去再慢慢去画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你画的时候 我其实不用不用画的那么那么 可能我啊 我自己真的不喜欢抠那么细啊 抠那么细的抠到天荒地老啊 就是太慢了 搞快点 搞快点 是吧 就是我觉得有上色作为辅助的话 你的精细化可以更漂亮 这里有一个这样圈呢 那我稍微调一下这个头发的 稍微调整一下吧 最好不要让它有这种突然之间就 最好这里就是有大小的一些比较啊 对比 像这个怎么地方怎么办呢 嗯 直接 直接再搞一下 稍微连起来就可以了 也没有别的 这样稍微连一下 一个头就说 没有开声音 四个师姐记下重点 别人才不会记呢 要是我我就不记了 你是学不学是你的事 你为什么要别人给你记重点了 是吧 画画这个东西是画不来 画画才能掌握的 你记重点有啥用呢 你记说啊 我们的头要画的是 比例是什么什么样 你记这个没有用的 或者你新建跟图层在旁边这里画也可以 然后画一个这一坨是吧 这个长度看一下合不合适 比如说这么长可能合适一点 好 把这个形状带一下 我说的随便话 不是说我随便话 我是 我意思说我画的比较潦草 懂吗 你们都误解我的意思 我把这个重重复的这些地方插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子就不会说打在一起 我画的可能前面有点太轻了 我觉得后面 后面的控制力度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太轻 保看 对 我觉得这个轻重吧 就是 可是可能放大去看 反而就是全部都太轻了 不好看 可能这样更好一点 适当有些线条加重一点点 直到以后自己画现了 这样画就可以了 局部加重丢丢就好了 不要太夸张就可以了 剩下下面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画了 然后我就稍微画一下这里面的吧 其实这个头饰可以画得更漂亮一点 然后你上色的时候 你再加一些同事给他也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在你的编画的基础上再去加一些东西就好了 然后眼睛这些 因为现在大家没看出来什么感觉吧 我随便画一下 我不说随便这个词 说了你们要打我是吧 随便涂一涂 没办法 就是真的是随意图的 也没啥好画这个 伊尼什么的也没啥好画的 我这个图的话只是图一个简单的效果 哎呀 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什么上色 反正就是一个阴影吧 好吧一个阴影 没画什么 图像 这样你就知道大概上色是什么感觉 一般来说这里就再加一些细节就好了 嗯 你把这个细节再带一下就完事了 哎 没什么好画的 好 我今天也不是画上色 就给大家点一下就完事了 也不是一件画什么东西 就是随意这样涂一涂吧 我们大概能看出来就好了 就大概是这样 OK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画到这好吧 那个线稿 这个黑什么黑白的 这就是买就图来玩一下 也没有什么用 就是只是这样举个例子 觉得他大概可能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 你可以上色上色有很多种那种表达的 不一定是一定是我这样子画啊 如果是说你们大家有各位 就很喜欢的一些上色的风格啊啥的 你就可以再多尝试一下好吧 OK 那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儿 好吧 九点半下课嘛 九点半下课是正式课 正式课的话 我一般会拖到十点钟 因为讲很多东西要讲 肯定正式课 就把所有就是会的东西都在正式课给他讲了 对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线稿就简单的画到这儿吧 如果是说你在正式课的时候学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从正常的教大家线条开始 然后局部开始练啊 临摩 然后多去练细节啊 其实正式课同学在练形体 形体的时候就在练线了 只会练线的时候练的是精细度 而不是这种细腻程度 精细度的意思或者复杂程度的话呢 复杂和这个细节的什么的表达 都是在前面基础造型这一块完成的 基本上我们在练形的前面就已经在带着大家练线了 练线稿的话我们会教到很多一些画线稿的一些头发的表达 穿插 还有这个大小的一些布局什么的 就可以了 到时候在我正式课听吧 好吧 那我们正式课的话是在周一周二和周六晚上的八点钟到九点半 那一般我会拖堂拖到九点四十五左右 就是看情况 然后我们星期三还会给大家加一些助教辅导的那个作业讲解 就等于说大概是四节课 然后我们的助教老师还会跟着大家在微博打卡 你们可能没有看到他们在练结构 他们练结构练得很猛 基本上每天都在练 你看别人画画 别人画画真的是在画画 真的是在练 我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有七百多个帖子了 有二十多个波 他们都是在练 现在就是他们什么都不会 但他们的灵膜已经是每天一张每天一张了 嗯